稍微介紹一下這首歌的概念好了 因為大家可能沒有聽過這首歌 然後這首歌就是在我上學期有一段時間很低潮的時候 然後在就是某一個很難過的晚上 然後就是想要讓自己好一點 然後就就是生出這首歌 然後所以這首歌就是想要送給跟我一樣 曾經在就是黑暗中掙扎 然後覺得沒有什麼希望的人 就是熬過了今天明天會更好 太起頭還是不知道今天要做什麼 好像沒有任何動力去追逐我的夢 那些虛無飄渺的幻想都有了一些重量 一些壓力的重量 無法擺脫的痴苦讓我無法在這裡想像 火落後會有結果 我只想要快樂快樂的過每一天 我只是平安的過每一天 平平安和不待欺負的 順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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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 都是那麼美和 是那麼難和 是那麼難和 但是熬過了 就會覺得 好一些了 太起頭 還是不知道今天要做什麼 好像沒有 拋起窗 還是個爛藥的理由 我想我 會好一點吧 再經過了這段糟糕的日子 我會成長一些吧 我希望 我們又好一點吧 為了這個世界 為了我們之間 能夠好一點吧 我們並不是為過去而過 也不是為了未來 是為了現在的我們 我相信我可以快樂快樂的過每一天 我只是平安的過每一天 我只是平安的過每一天 平平安的不待欺負的 順利的 順利的 每一天 都是那麼美好 也沒那麼難和 因為要哭了 就會覺得 好一些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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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